你们知道延边州的州长 叫什么名字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这我还不太清楚 洪庆嘛 洪庆 洪庆州长 原来延级市委书记 洪庆已经当了州长 您见过他吗 见过 洪庆州长以前 当副州长管农业钱 就上过我们公司 见过一两天吧 但是全力支持 我们现在延边足球的 重庆 振兴 洪庆州长 非常关心我们这个州长 都我们单位来了十多次 您作为人大代表 有给州长投过票吗 投过呀 今年一月份人大选举的时候 特别务实能干 我呢书生在吉林的一个小城市 一开始是在学校当老师 我有的时候也回过头来来想 我为什么弃笔从政 我到现在为止 我挣的钱 还不如我当年当老师挣的前度 我的父母都是体制内的 但是他们都反对 我父母的角度 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再幸福下去 但是我更希望呢 我能够直接地 为老百姓做点事 很多老百姓 对您的评价都是年轻有味 您怎么看待年轻这个标签 压力还是蛮大的 需要我跟我的团队 一起把这个区域发展起来 通过我的年轻来带动 整个城市和这个州的 进一步的发展 我叫黑香儒 只要一碰到球 我就特别特别想踢 吃饭都不顾了 你跟男孩子一起踢球的时候 你害怕吗 没有 有的时候我就是一创 就能创造一个男孩子 你长大了想做什么 想做一个教练 你想进国家队吗 想要证明女孩子可以踢球 我的小孙女提岁 就开始踢球 龙井体校组织的一个女族 她就参加了那个球队 学费贵吗 不贵 我们是义务教 我们体校踢球也是免费的 参加全国联赛的时候 也都是免费的 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 是沿边龙井 海南江足球小镇 2017年开始投入实用的 州政府领导 对足球是最关心的 说白了就是一个第一次 出来三个国家队运动员 在全国也是很牛逼的 沿边的无论是朝鲜族 还是汉族 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成年人 都是非常喜欢足球的 足球呢也能给人一种凝聚力 您自己踢球吗 我也踢球 但是那都是十年前了 现在没有时间了 这也是我们刚刚为老百姓 搞的一个足球公园 沿边人愿意踢足球 而且我们是足球之乡 原来呢这块地儿是一片绿草 后来我们把这儿打造成老百姓的 体育休闲的广场 我们这公园如果要是在外国 我觉得也是一流的 像这种老百姓之间的比赛 每天都有 沿边朝鲜的自治州 社会足球氛围是很浓厚的 下班之后 周六周的场地都是排满的 建设体育公园 面对社会发布的时候 很多人都期待着 终于这个地方 可以建成一个综合性的体育公园 我们根据人大代表 冠军委员以及老百姓的诉求 每年列入预算2000万元 作为全民预约基金 我认识中国的东北 是一种球赛的中心 但是我没有认识 NPN区域 是一个政府的项目 我们每年都有州长辈 就是由州长出钱 奖励的这样的一个比赛 面对小学生 面对孩子的 不是说让他们将来成为某个球星 主要是通过孩子的兴趣爱好 来提高他们的体质 来提高他们彼此互相帮助的 这样的团队精神 更主要的是把我们这种足球文化 和足球精神 能够在我们自治中能够发扬下去 所以它不是只是一个球场 或者一个球场 我认识这种意义 是有所谓的 在游戏中的游戏中 而在游戏中的游戏中 这里的投资是 为了富有的人 但并非为了高预演员 是 兩個大棚都是 一個月可以賣多少錢 哎呀 別扯 這還沒這個錢 一個月一年就找幾千塊錢 不如花 少哪給我花 你說幹什麼 吃喝拉拉碎得錢了 這不出啥錢 人家都是這個商房跟錢出的 農民怎麼想的 村基體怎麼能夠獲利 我們公司能獲得多大的利潤 農慶州長當一開始發展錢 也參加過我們的討論 當時他就提出來了 把特色產業 作為強州的一個基礎 我是州人大代表 我的提案也基於 我經常到基層基地和農戶對接 看到了現象 我聽到了聲音 然後我寫了一個提案 結果聲音傳達上去 又特別重視 我是政協委員 主要是為政府提出一些建議 這頭幾天還剛給我們反饋回來 整個這個園區 這個油漆路 包括這個沾道 都是上千萬的一個幫符 政府幫符 給我們建立這麼大的廠房 我們也會有一些效率 會分紅給老百姓 鹽邊耕地面積是非常少的 種水稻 玉米 是沒辦法發家致富的 都是山地 所以政府就要引導老百姓 從田間地頭走出來 桑黃 木耳 人参 這都是我們沿邊特有的 林下的植物 絕對不是強家農民身上 是讓他們感受到 種這個是掙錢的 桑黃是一個 普通的藥物 藥物 使用了病毒 在最近的年代 市民的市民 都擁有了 桑黃的業務 增加了很多農業 五十六歲 呂文芳是一名的利益 我是本地發家子的 我來四年了 我們這是扶貧單位 村幹部就給我介紹 這就是開門 關門 放風啥 咱們這普通人總能幹 像我們這樣的經濟來源 他們也會徵求農民的意見 村長就吃村爸幹部 就直接找農民 就開村民代表大會 直接就得提議了 提過什麼意見 因為只會就是 多給我們分點紅 只會就是 實在人 嘛 瑞是其實是個病毒的 病毒的死亡 她不能處理貨物 她長途不擔心 她的成長生 她是有年�暖的 但現在 她的總共通過500元 從她的薪水 支付了 她的病毒 很漸漸 她的病毒 我還不想 把她的笑容拿到我的頭上 有這種正確 看起來更明顯的事情 在面對這麼多問題和困難 不容易吧 不容易也没办法也得挺住啊 这说实在的 他们都对我们家特别关心 村里面要选个村委会什么的 您会去投票吗 我去啊 我们都参加 您会投给什么样的干部 对我们好的干部呗 是不是 咱那个就拿着老百姓的钱 不办事的人 就咱选了干啥 嗯 那您觉得这样的人有吗 现在有 现在没有 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呢 还要把他们种植出来的产品 进行身价活 我们会吸引工商资本的 来建立企业 增加它的附加值 让老百姓能够挣更多的钱 挣稳定的钱 他有一个意志 他特别关心 他特别关心的老百姓 我们这里看到很多希望 我们看到很多人 在想到未来 有一个明显的证据 这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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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满怀喜悦的心情 迎来八方宾客 汇聚各族儿女 共同庆祝 年变朝鲜族四十周 成立七十周年 茶饭族是一个会走路就会跳舞 会说话就会唱歌的一个名字 所以在这个田间当中 产生出来的这样的文化 是非常有历史的 我们需要继续地传承下去 我去年十二月份 选了整集费传承人 国际料理大赛中参加三次 获得了金奖 朝鲜族家家户户都会做吗 是的 每家都会 我们知不知道 朝鲜族的四大美食都有什么 米肠 辣白菜 没有辣白菜 米肠有 米肠是一个 这个都是大屋顶 色彩元素 基本是灰白黑 您作为朝鲜族的干部 是不是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 格外的关注 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挖掘我们本民族文化 其实就是挖掘中华民族 我也是拉丁 所以我们有个笔 我只是在跳舞 我只是在跳舞 我没有想到它这么节奏 和那么有趣 我非常喜欢它 这种节奏 在2009年 联合国交控组织 把中国朝鲜族农业务 列入人类费物中文化遗产 我是中国朝鲜族农业务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叫金明春 我今年65岁 这就已经40多年的历史了 当地政府不支持地 这个是传承工作 這是搞不了的 首先是你看看這個樓 房長的這個是兩千都快三千萬了 國家就是撥了一千多萬 當地政府一千多萬 菲儀怎麼樣能夠傳承到年輕人 我們廣王清有個已經32個基地 學校 社區 企業 其實是讓我感動的是武警部隊 武警部隊穿軍裝搖相貌的 我們每年搞相貌比賽 看的時候真的是掉眼淚 傳承就是連部隊的軍人穿軍裝 戴相貌搖起來是讓我感動的 您擔心這個手藝會失傳嗎 沒有 現在就是越來越火了 不妨是我們民族戴這個帽子玩 全人類的 各民族的 各國的 都戴這個相貌 從職業到退職業 有千萬多人的奮徒 在王清江湖中 居住在北京冠軍 和沙漢世界 和沙漢世界 經濟外套 它們有很多年齡 不同的背景 我認為那是為何人在世界上 都會有興趣 在學校和年輕人 我認為這意見是要保持它 像相貌舞 長谷舞 也是跟我們現代的 這種元素相結合 覺得一種文化 跟當代結合起來 這樣它才有生命力 您每天的工作節奏 是什麼樣的 基本上是做時間 15到15小時 早晨6點半 到晚上9點半 家人孩子不在延邊周嗎 對 都在長春 那怎麼樣去平衡 怎麼樣對家庭做一些彌補的 我每天要跟家人進行視頻 這個是雷打不動的 每天至少半個小時 方便給您家裡打視頻嗎 我先徵求一下吧 很隨意的那種 就像咱倆現在這種唠嗑一樣 你還在外面 她的權力比我大 在中國女人是 不僅是半面天 在我們家她是一片天 很多中國幹部可能家庭和工作都是兩地的 這個在歐美國家不太可能發生 作為官員來講 他首先信奉的就是為人民服務 另一方面呢 異地的交流呢 是有利於當地的發展的 他能夠活動 他是人殺到 他在社會內業 他人們的地區 各地書 我這麼覺得 那是為了 最主持人事項目 必顏注意到 需要在外面 生存在了 生活 為了 為人們的作法 好的